一个日本少女外表看似温柔可爱 冷出无害 结果却是冷血的职业杀手 这部动画用最完美的画面 诠释了一位女杀手的悲惨生活 父母双亡 在养父母的支配下狗活 她的命运又该如何 故事的开始发生在一间小电梯里 一个知名明星正来对一名少女上下棋手 旁边的老太太看到这一幕 冷嘲乐风地讥笑她 年轻人不讲道德 以后肯定吃亏 好自为之 明星一气之下一脚踹向老太太 老太太撞到电梯混了过去 站在一旁的小女孩这时打开了她的手提包 里面一把枪落在她的手中 所有精准的射杀了明星 这是一把特制的手枪 子弹打进体内才会爆炸 明星的身体被炸得粉身碎骨 女孩在作案后立刻撤离了现场 和在不一会后警察到达了现场 却在电梯里发现了两具尸体 一个是明星的 另一个是老太太的 从现场上找不到凶手的任何一点痕迹 只能推断出凶手用了一把特制的手枪 射杀了明星 而老太太则是因为在醒来后 看到了这一幕恐怖画面 而心脏麻痹死去的 其中一个警察叫赤锦 听到分析人员这样分析后 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得逞的笑了 因为明星是很有知名度的明星 这个案件被媒体大量的报道 在一个房间中 警察赤锦对媒体的大量报道不屑一顾 认为明星的死有预辜 而就在电视机旁边 那个杀人的小女孩正悠然的作者 她对于明星的死没有任何怜悯 只有点哀伤 眼泪的那个老太太 正如眼前所看到的 小女孩是一名职业杀手 而木偶黑手正是这位警察赤锦 背后操纵着她所谓的正义和制裁 而在城市的另一边 还有一位杀手 英芬丽也是赤锦的手下 她在接受一份新的任务 要去杀掉三个老蓝人 这三个老蓝人都是儿童虐待狂 而英芬丽只需要解决照片中的第一个蓝人 后面两个老蓝人会有其他人帮忙 至于是谁 赤锦的助理没有说 英芬丽也没有问 等到执行任务的那一天 三个老蓝人在上行的电梯中讨论下周的恶心活动 英芬丽在下行的电梯边和他们擦肩而过 还没有等英芬丽动手 那三个蓝人就已经死了 英芬丽还在诧异中 是谁者伸手这么快 这时候 小女孩却抓住了英芬丽 赶紧撤离现场 原来帮忙的小女孩 名叫鲨鱼 这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英芬丽就这样盯着鲨鱼 看了很久 目光都不能转移 她有些错愕的不能理解 为何一个如此动人的女子 却能够在这么快 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情 最后 那三个老蓝人的尸体 为运回要停时间 真正的某某挥手赤锦 觉得这种某作样的询问验尸官 情况如何 得知验尸官有所获后 她歪头笑得 像老剑巨划的老狐狸一般 当鲨鱼和英芬丽 一起回到赤锦的秘密基地后 英芬丽直接咬荡地和赤锦 谈起了自己要退出这个行业 赤锦肯定不会那么容易地放过她 于是英芬丽和赤锦 越把三脏 再替赤锦做三件事 就还她自由身 而在赤锦的秘密基地下面 有一个废弃的篮球框 两个熊孩子在下面打篮球 英芬丽独自穿过他们的时候 篮球直接被扔到了污水里 随后 水和篮球落落在英芬丽的身上 两个熊孩子不但没有道歉 反而英芬丽赶快把篮球给扔过来 英芬丽也不记不完地拿起了篮球 在世界部的距离外 反手一个投篮精准投进 在篮球掉下来的过程 英芬丽抽出手枪打爆篮球 而这一位被楼上透过窗外 往下看的吃镜给看到了 她又一次歪歪一笑 不知道是觉得搞笑 还是又在密模是什么 英芬丽在正常生活中 是一名便利店的店员 这天 鲨鱼突然到访了英芬丽的便利店 英芬丽下班带着鲨鱼回到自己的家 两个互相做了自我介绍 但提到英芬丽的名字时 鲨鱼觉得英芬丽这个名字很特别 两人的交流过程中 都知道了双方没有家人 身为孤独的他们最后都被吃镜收养 但是鲨鱼身上却有着家人的信物 因为他的父母被他杀死后 当时并没有找到凶手 可是身为警察的吃鱼 却拿到了他父母的血 然后用这血做成了一对耳环 敲给了鲨鱼 在最逻破的时候愿意收养 在最刺激家人的时候给予信物 吃镜的做法无不是在温暖着鲨鱼 所以即便一些特别肮脏反感的事情 鲨鱼都会听从事情安排而选择就范 那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 鲨鱼很快又接到了一个新任务 刺杀一对双胞胎中的一人 由于双胞胎两兄弟都长得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两个双胞胎的眼角质长得方位不一样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吃镜的助手告诉鲨鱼 要刺杀眼角质在右边的那一个 但是看着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鲨鱼也有点担心会杀错人 结果真的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到了刺杀的当天 鲨鱼准备带他们上厕所的期间解决掉他们 却没想到这一对双胞胎 脸上则所吊带了三个保镖 鲨鱼的突然闯入 引起了三个保镖的注意 为了赶快解决 鲨鱼冲出去 拿着防蓝喷雾解决掉了一个保镖 另外两个保镖 健壮冲了上来 和鲨鱼扭打了起来 鲨鱼迅速地偷出了两把枪 在扭打的空隙 射杀了双胞胎中其中的一位 只不过在偷出枪的那一刻 鲨鱼犹豫的 不知道该杀哪一个 可有一时间刻不隆缓 鲨鱼必须马上决定 鲨鱼知道冲击中一名 增定自诺的人开了枪 但是鲨鱼这次赌错了 鲨鱼杀错人了 他竟然把委托人给杀死了 另一个真正需要死的人却活了下来 看着旁边兄弟的惨死 那个活着的双胞胎 竟然吓得尿了裤子 两个强大的保镖 也开始反扑了过来 匆忙之下 鲨鱼引爆了一个炸弹 炸弹在其中一个保镖的旁边炸开 冲击波震碎了所有的玻璃 连同保镖也从楼上掉了下去 打斗过程中 鲨鱼其中一个耳环 被一颗保镖扯了下来 正打算寻找了鲨鱼 被身后一个还活着的保镖 保住跳下了楼 在下坠的过程中 鲨鱼紧紧地抓住了旁边 一栋楼的一个外秃的广告牌 但是 由于两个人的重量太重了 广告牌承受不住 也连同一起坠了下来 在这一个过程中 耳环的丢失 这让鲨鱼勾起了不好的回忆 想到了当初 鲨鲨是如何训练自己的过去 原来鲨鲨和助力 曾经为了训练鲨鱼 经常抢走父母 唯一给他留下的耳环 然后只有鲨鱼杀在 他们口中所说的坏人 才可以拿回这个信物 鲨鱼也不是一个无心之人 他只是听信的鲨鲨说的话 论为眼前的人 就是无恶不作的坏人 在耳环信物和坏人面前抉择 鲨鱼最终 选择杀了这个坏人 然后答应鲨鲨可以为他杀人 但前提是一定要找到 杀害自己父母的凶手 这次任务鲨鱼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当好在鲨鱼身手敏捷 用高大的保镖作为漏电 甩前着陆 等警察感到 鲨鲨在现场发现了鲨鱼留下来的手墙 赶紧放到自己的口袋 掩藏证据 但接受的是 这个案件竟然有目击证人 鲨鲨对于鲨鱼这次失手 表示很生气 还教训了鲨鱼一顿 鲨鱼觉得委屈 却找了鲨鲨鱼 鲨鲨鱼看到满是伤痕的鲨鱼很担心 还为鲨鱼煮了热茶 聊天中 鲨鲨鱼询问鲨鱼十年后 两个人会怎么样 但还没有得到答案 鲨鲨鱼又解讨了一个任务 准备和鲨鱼离开告别的时候 回头却发现了 鲨鱼拿枪 正对着自己 原来是痴情 派鲨鱼打杀鲨鲨鲨鱼的 鲨鱼一点也不惊奇 因为他早有预料 但是鲨鱼并没有在这里杀了鲨鱼 因为鲨鱼下一个任务特别凶陷 对方是个退伍的特种兵 如果不是鲨鱼及时赶到救了他 鲨鱼也许就栽在那里了 这次任务也让鲨鱼清楚 所谓的三次任务恢复自由 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因为他可能会死在某一次任务中 于是 他这次强硬地要求自己要退出组织 可是痴情身为警察 伸手同样不来 反手就把鲨鱼给打倒了 在准备杀了鲨鱼的时候 鲨鱼意外地赶来 可是助手在后面直接打倒的鲨鱼 鲨鱼和鲨鱼一起被抓 痴情以鲨鱼的性命来要挟鲨鱼 于是鲨鱼不得意 只能再次伪生于痴情身下 即便他自己已经清楚了 杀父杀母的仇人就是痴情 他也没有选择任何行动 鲨鱼的妥协让痴情认为自己的管教特别成功 所以他开始继续朝鲨鱼下手 这个不听话的棋子 必须抓紧处理 于是他知道的一场像是意外的谋杀 可是等到明天的验尸时刻后 痴情却震惊了发现 尸体并不是阴分立的 而是自己助力的 原来昨天鲨鱼的离开 其实并没有回到学校 而是去救阴分立 但这一切痴情并不知道 他还曾经在自己管教中 一个听话的杀手和高兴 旁边的警员看到助力的尸体 突然想起了三年前的一个案件 但这件事 痴情心里非常的明白 因为那个案件就是助力做的 痴情以为阴分立杀了助力 是想为鲨鱼报仇 于是痴情就气势汹汹地找到阴分立的住所 痴情没有任何的防备和准备 因为他认为阴分立根本毫无威胁 毕竟上一次就被自己打得半死不活 但是让痴情没有想到的是 从黑暗中走出来的人 仅是做好准备的鲨鱼 鲨鱼没有啰嗦 举起了双枪 愤怒地朝痴情开枪 这一刻 鲨鱼中一下心里的不甘和愤怒全部发泄出来 他等这一刻很久了 多少个日日夜的人怒 都只是为了这一刻的复仇 他知道自己是被痴情培养的 也知道他一直在提防自己 更知道自己的食欲打不过痴情 所以鲨鱼潜伏了好多年 终于找到他最松懈的一刻 鲨鱼最终扯下了耳朵上的另一只耳环 并把耳环丢掉 这份信物再也无法束缚住他了 痴情死后 鲨鱼和英芬妮的日子恢复正常 就在二人准备享受平常的生活时 英芬妮却在外面被一个孩子拿强射杀 而这个孩子就会直接用篮球 捡随到英芬妮的熊孩子 拼命 风筝 其实最后这个孩子 我个人理解还是痴情安排的人 他竟然安排人杀死鲨鱼的父母 再把鲨鱼召见自己的麾下 前来这最后的孩子很有可能 也是他先受养的孩子 因为毕竟是在秘密基地下的篮球场 一般基地附近 肯定不愿意有可以让人活动的地方 怕招惹到人注意 回到故事中的点评 整部动画充满的暴力美色 争论版已经被翻牌出来 但毫无意外又是一部破改作品 至今为止 我感觉无人可以复刻 这部动画中的画面 光是听我解说 你可能无法感受 所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原片 那段厕所里的战斗真的是太玄酷了 而这部动画的导演 似乎很喜欢拍《女杀手》这个系列 我曾经解说过《少女杀手》 也是出自她手中 为了视频前的你 还有什么动画想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可以安排的 我一定尽快安排 如果这一期视频你喜欢的话 不妨在评论区公平 留下喜欢 我是少年 一位迷人 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